大家好,欢迎收看历史文坛 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以道为最高信仰 道教在中国古代鬼神崇拜观念上 以皇老道家思想为理论根据 成习战国以来的神仙方术演化形成 道教思想对我国历史文化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在我们生活中会经常看到道官或者道士 有时会难免和他们交流 听老一辈人说在和他们交流时 有一些忌讳,其中就有三不问之说 今天小编就给大家普及一下 三不问就是,一不问寿,二不言俗事 三不拉家常籍贯 我们时常看到的道士脚踏云鞋白袜 身穿青蓝道袍,给人一种先锋道骨及神秘之感 自古以来,道教编有很多讲究 道教出家弟子,谨改名号,不改姓 不有道不言寿之说 道家宗旨就是看淡生死 修行的目的是超脱命运,只为长生 认为生与死,仅是生命在瞬间的转换 且道仁悟道修真,德行修为 道行高低,与年龄大小无关 所以修道者不在乎年纪的大小 顾计问寿,出家的人因为看透人世间的困惑和烦恼 顾出家以求清静 世俗的人见面就问,你多大年纪了,结婚了吗? 父母同意你出家吗?家里还有兄弟姐妹吗? 本来就是不想面对这些问题才出的家 再被这样重新提起,只会让他们徒增烦恼 便是犯了出家人的忌讳 道教的人讲究无拘无束,四海为家,追求大道 认为什么地方都是一样的 如果一听是老乡,就赶紧好近乎 称兄道弟儿,道修互分 就会有为道心,顾备道教忌讳